模范父亲孙文明正享受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 他本身曾任永和秀河里里长长达32年 之后由儿子孙启忠接办为民服务 儿子说父亲很喜欢交朋友广结善缘 这一点他从小看到大 潜移默化之中影响了他 尤其父亲里长退休后 更是证明他为人处事受到肯定 那在我坐下当了里长以后 我觉得说这些人真的是 大家都是很用感情来跟我爸爸来 大家来做朋友 不是说因为我爸爸是里长 大家来奉承他 而是说因为这个人真的是非常好 所以每个人都很支持他 那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真的是这样子 而这次获得永和老人会的推荐 老人会指出 他创立河滨社区发展协会 长春老人健康会 让社区居民多了一处 可以活动的地点 而且是出钱出力 康海捐赠亦不容辞 儿子说父亲不止广结善缘 他也帮助社会弱势 这一点也深深影响了 他的社会价值观 在这个社会上看到有贫苦的人 他都会去帮忙他 然后不管多或少 相对这样子也潜移默化 对我日后我生活的各种影响 我也都无形中都会这么做 我觉得这一点他让我最后的 觉得很肯定的 老里长一生以身教教育子女广结善缘帮助社会弱势 更以无私奉献社会大众 如今已经退休 留给李明感恩与怀念 也祝福老里长父亲节快乐 永远平安顺心 中佳新闻赵世娟 卢秀娟永和长报道